好 今天我們到頭條來看 又有人被詐騙了 而且騙了不少錢 這是在新北市有一名富人 他被騙了4000多萬 今年3月份呢 詐騙集團先用臉書加他好朋友 就說我們這邊有一個可以投資群組 你投資之後還可以做公益 結果呢陸陸續續跟這一名這個富人 面交了10次 這個富人是被騙了1662萬 你可能會想說那不是說4000萬嗎 因為另外的這個錢 居然是10公斤的黃金 所以加起來4000多萬 可是後來這名富人 他覺得好像這有點怪怪的 就去問這個相關單位 就說我根本就沒有這一間投顧公司 趕快去報警 跟警方來合作 順利抓到兩名車手 白衣嫌犯直接被壓在沙發上 員警大聲呵斥 就怕好不容易抓到的詐騙車手再跑掉 今年3月 新北三隻一名黃姓獨居富人 誤入詐騙集團假投資平台 陸續對方面交10次被騙走 1662萬元的現金 和價值兩千多萬元的10公斤黃金 直到4月中 夫人察覺契約和對話都很奇怪 他打電話到處問 和監管會求證後 才發現自己上當 趕緊報警 後續黃姓夫人假意配合要求 但詐騙集團相當狡猾 頻頻臨時變換取款時間 讓專案小組多次撲空 終於在4月25號 全任面交地點 沿看實際成熟 埋伏遠景衝上前 當場代捕車手 據了解富人是淡水補教業老師 名下擁有多筆土地 老公去世後開始獨居退休生活 有一天臉書被加好友 詐騙集團邋遢進群組 還說可以賺錢又做公益 被害人覺得不錯 才決定投資 全案依法移送地檢署偵辦 警方將持續向上溯源追查 就怕出現更多被害者 不僅沒做到公益 還慘被詐騙 記者綜合報導